在網路上挑釁 結果真的被對方給找上門 來看到雲林這名男子 在網路上跟人爆發爭執 他氣到在直播當中 大方公開了自家地址 大聲嗆聲挑釁 沒有想到對方兩個人 還真的從嘉義北上 把這男子打到全身都是傷 整個過程還全程直播 直播間一名中性男子 不斷挑釁對方 甚至還大方公開自家的地址 嗆聲歡迎大家上門 來找他本人對職談判 男子不斷大放厥詞 網友們是越聽越火大 果然沒多久 真的有兩人按著地址 特地從嘉義北上來到現場 三人一見面就開打 掌心男子被打到透過血流 而整個過程全程直播 男子還差點就被押走 而實際回到事發地點 附近的民眾也都議論紛紛 根據了解 張姓男子疑似在網路上 何人發生爭執 還公然嗆聲 引發對方不滿 上門理論 雙方當街開打 直播因發生爭吵互嗆 雙方相約 談判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最後三人紛紛受傷送醫 幸好沒有大礙 張姓男子也對對方 提出傷害告訴 警方也一併喊請地檢偵辦 借過正義 雲林報導